埃及反對派星期二在全國各地舉行集會 抗議民選總統穆爾西 試圖掌握新及更加廣泛的緊急狀態權力 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街道 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 驅趕投窄石塊的抗議者 衝突現場充滿憤怒情緒和暴力 與導致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的2011年暴動非常相似 在開羅以北地區穆爾西的支持者 與反對派亦爆發衝突 自從穆爾西上星期五 發佈目的在於加強控制埃及政治過度進程的憲法聲明以來 今次是抗議最激烈的一天 穆爾西的政令 保護伊斯蘭主義者主導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及國會上議院 不准埃及最高法院解散這兩個機構 反對派組織要求取消穆爾西的政令 他們指責穆爾西試圖恢復穆巴拉克曾經擁有的獨裁權力 歐盡 衝ображ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